西川主刘备验驾了 他儿子长死刘禅登基了 这消息就传到洛阳来 魏主曹丕这么一听是喜出望外 萧雄明辈死了 太好了 立刻是打进魂舞 干什么呀 和大伙在会儿商量商量 说我想趁着这个机会 兵取西蜀 这个刘禅灭了生秦诸葛亮 回不头来再打将军 挂着我要一种天下 不知列宫意义下 我的这想法说出来了 大伙一心都不言了 怎么回事呢 心里全散河去了 万岁要起兵打西川 是不是识话 咱们应该得出个什么主意 是同意他打呀 还是劝阻他最好别发兵 这时候贾许就说了话了 说万岁 您可不能提兵去打西川 不是实话 虽然刘备死了 我听说刘备并在永安宫白地城的时候 他召见了诸葛亮 一定脱孤于诸葛孔明啊 诸葛亮感念刘备对他的三顾之恩和脱孤之情 他必然竭尽全力 保持流产 别看流产年纪不大 你也别看了刘备和江东一战 大战一陵 大伤元气 他败的那么惨 但是诸葛亮很有办法 我说现在是不应该发兵 哦 老皮看了看这两边的文武心说怎么样啊 你们都同意假许这说法吗 有同意的大部分 可也有不同意的 这时候有一人抢步出班 上前十里 万岁 您这个主张是对的 现在不出兵去西川 是更贷何时 大家咱们一起不贷 这是谁啊 敢当着皇帝的面 出头来反对贾许 那贾许是重臣啊 大家伙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啊 嗯 也就得他出来反对 咱们人家有这个份 有这资格 感情是司马仪 司马仪一番话说的 头皮是非常高兴啊 哎呀呀 老爱卿 你说寡人我这时候出兵是对的 万岁 您想的太及时了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老爱卿啊 你女之间 该怎么样去取西川呢 万岁 您可以派出五路人马 兵分五路 去取西蜀 西蜀成都啊 咱们是唾手可得 必然能把刘蜡灭了 而且是生情 中格量 哎呀呀 老爱心里 尽前来讲话 寡人我应该怎么样 发这五路人马呢 万岁 熔饼 司马仪可真有道德啊 他站着头皮跟起来是慷慨陈词 汤汤汤 怎么一番话 就把在殿上的文武都给说呆了 有好多人暗暗竖起大指 赞美司马仪 瞧瞧 人家想得多周遭 司马仪给曹丕出了个什么主意 是怎么个五路人马呀 司马仪告诉曹丕 您现在应该派出几路使人 第一路 应该先派人到辽东鲜卑国 去见国王科比能 让他起香兵十万 兵取西平关 这算是第一路 第二路使臣 让他去见南蛮王孟霍 请孟霍领南兵十万 攻打一周 这算是第二路人马 第三路使臣 您得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去奔东吴 云无心好 怎么叫令无心好呢 不是这刘备领兵发江东的时候 孙权向您求过救吗 在您跟前称过臣吗 您也封了孙权为吴王 但是您没出兵 不出兵 这本来就不对 可您呢 趁人之危 您还派兵去打人的江东 现在把孙权给得罪了 所以您得派一个会说的说客 到那儿去游说孙权 跟他好好说说 让他别寄钱筹 然后呢 您可以让孙权领人马 攻打两川峡口 这算是第三路人马 第四路 您派一人去见上雍的孟达 让孟达领兵十万去取汉州 随后您再传指让大将军 曹真败为都督 让曹真一路侠次路 五路足都督 让他当这个总元帅 领兵十万兵出扬平关 去取他的西川 分兵五路 是各有各的打法 苏克亮他再有本领 他也敌敌不了啊 因为这叫四面八方一起来 西蜀总共他还趁多少人马呀 没有多少兵将啊 只要是这么样一打 是西蜀可破 流产孔明可擒 为什么我要给您出主意 派这么些路人马呢 就是光凭咱们自己这些军马呀 打不了西川 咱们这有点借用的力量 同时呢 您派出去的使臣 尤其是去到江东的使臣 不仅这人能说会道 当着孙权解释了这个前贤 同时您还得答应割定 就是给孙权好处 不单是孙权 包括那个戈北能 以及孟户 全都得这么答应他 这叫人见利而不见害 鱼见石而不见钩啊 力有好处 他就要往上上了 等把西川灭了 江东得过来之后 万岁您可以再跟他们反目 给你什么地方 让你回那原地就不错了 你给我回去待着去吧 他谁也不敢怎么样您了 特别是其中的孟达 孟达是刘备的人 他算是个降家了 现在正要巴不得 找一个立功的机会 您给他这么一个好时机 他会破除性命去 为您去攻去打呀 为什么让曹真为宗都督呢 那就不言而喻了 曹真那是您的新夫人 意思就是说 那是你们家里的人 说只有他才能一路下舞 如果真的把史前家派出去的话 确实这几路人马都能发动起来 西川指日可破 哼 斯马尼这篇话 铿锵有力 知力有声 每个字摔在地上都当了那家伙 大伙咱们一听 那就全服了 这篇话说得曹平 哈哈大笑 哎呀 老爱卿 这是一番忠言 提醒了寡人 我要亲自 为史兴冲 我亲自挑选人 谁当的史臣 另外我给这几路人马呀 那总头里都写封书信 哼 您别看了 这位曹丕 在政治军事学上 他稍差一点 可是他很有文才 哎呀 写出那书信里 写得非常漂亮 特别流畅 让你这么一看啊 嗯 你就跃跃欲试 不用答应你好处 不用取给你隔地 给你多少块地盘 你就愿意出兵 人家曹平就有这本事 哼 这书信就发下去了 史臣 打马扬鞭 各奔各的地方 哎呦 魏国这一番安排 你要知道 在洛阳这儿也有西川的探报 前文书咱们就说过 江东那儿有西蜀和魏国的人 魏国这儿也有江东和西蜀的人 西蜀那儿也有江东和魏国的人 哪儿都有自己的耳末 那探报就倒进了成都 先报给丞相诸葛亮 后报与那位后主刘禅 可不刘禅这吓坏 怎么呢 别想了 他今年才十七 他哪经过这个呀 什么 曹平已经派出五路大军 各路人马最少不下十万 那就是五十万 五十万人马来打我的西川 哎呀 这西川不完了 这怎么干呢 是刘禅 奇怪的是 这么紧张 我这那相父怎么没来啊 相父是谁 诸葛亮啊 要知道 刘备临终的时候 有一诏诏书上 说得很清楚啊 让刘禅哪 当父亲一样 看待诸葛亮 就像 看待他刘备那么看 所以 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 这相父的没漏漫啊 快 快去警 派人去请诸葛亮 预的快回来的也快 哎呀 七够万岁 丞相病了 啊 刘禅一听 差点也椅子跟蹦起来 怎么 什么时候你们病啊 怎么早不病 晚不病 咱这时候病了 哎 我来问你 相父 所染何疑啊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 这使臣一听 我也没瞧净丞相啊 因为什么呢 到大门手上 都不让我进去 就告诉我说 丞相病了 你回去吧 我就这么就回来了 咚 刘禅这气 飞窝 晚睡 把这下的浮冬一下跪下 当时就得跪下啊 那是皇上 皇上一瞪眼 那还了得 哪有站在那跟皇上 从对付的 哎 你让什么呀 你 瞪什么眼 哪敢这么 这么就寡了 下个像鸡门碎米 似的那磕头啊 刘禅气的 站起的 直打磨磨的磕头 干什么呀 我问你为什么 不进门 为什么不看看 我家相父 得的是什么病 就在这世界旁边过来俩人 万岁息怒 万岁息怒 刘禅一看 是皇门侍郎董允 和剑仪大夫 杜雄 哎呀 二十位 你看 这个废物 我让他去场白去了 不要紧 万岁 您不必动怒 不必着急 为臣不才 前往相扶 探问探问 丞相 做的是什么病 回来 揍民万岁 有劳二位 越快越好 尊职 东允和杜雄啊 二位骑着马 就搬相府来 俩人走一道 研究了一道 研究什么呀 哎 东先生 咱们丞相 知不知道 曹丕派五路人马 要攻打三的西蜀 哎 他怎么能不知道 我说呀 还是丞相先知道 丞相知道了 怎么没能亲自来 丙明万岁这个事 让万岁派人到府下去 而且还没见着面 还不让进门 这是怎么回事 不清楚 咱们到那再说吧 二位老远 在相处门前下了马了 把马交给了丛人 丛允啊 胆了胆身上的枕头 往门口这一站 轻轻弹缩一声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给里边打个知会 告诉你门口有人 请出来一下 果然 尤打里边出了一位管家 站在这会儿 打量打量 董允和杜琼 哦 二位先生 您有什么事吗 哦 有劳管家 回禀丞相 又说门外 有皇门侍郎 董允建议带服杜琼 正指 来求见丞相 把奉旨俩字说的前面 意思我们不是私人拜访 是皇帝叫我们来的 哦 这管家一听点了点头 二位 是奉皇帝 来到府中见我家丞相 正是 对不住啊 二位 我家丞相病了 一路不见客人 请看 说着他用手的一指 哟 董允和杜琼 这才看见 感情在这相府门的右侧甲那儿啊 立了一牌子 回避牌 这是不见客人的意思 你们应该一看那牌子 自动就得走 就不应该来叫门 可能二位已经来了 怎么办 我就提醒你一声 答起来 龙允一看 这怎么办呢 他看了看杜琼 那意思 咱就这么回去啊 万岁急成那样 刚才发那么大脾气 急着满屋子打转转 咱俩是自己考命来的 结果到这儿就这么就回去了 不行 杜琼啊 冲着龙允闭了个眼子 轻轻摆了摆手 没意思 别看那牌子 他挂他的 咱们啊 再进去 得进去 龙允印象对 我知道 宰相门前欺品官呢 这位管家 这份不小啊 但是不管你多大 你可要知道 我是黄门士王 龙允想在这儿 把胸脯一挺 守望后一背 嗯 哟 管家看怎么了 怎么 卖饭呢 哼什么呀 管家 方才我们已经跟你说过 我们是奉黄命而来 万岁有止 我们今天无论如何 得见丞相 有劳你 到里面回禀一声 忧得 待 拜 说的这儿 龙允 刷 用手一勉胡须 把眼睛子 逆逆放 嘴一撇 等 把那脸扛起来了 嗯 独穷一想 对 就得这样 独穷啊 也不看那管家 我们不跟你这么嘻嘻哈哈了 到里面告诉我 戴慢不行 戴这么点 哟 这管家一瞧 麻烦了 要不给个回话 这二位不能走啊 不能走 可我也不敢进去见丞相 丞相 有话呀 管家想了想 眼睛一转 眼睛一转 这管家 不愧是 诸葛亮 丞相府的管 都是有点道德 他痛这二位先生一笑 哦 您二位 今天一定得见我家丞相 不错 正是 那好 您二位就这儿套着吧 说完了 他一退身 退进大门来 进了门槛 一回首 定光 庚 把大门插上了 呀呀呀呀 东远都穷一瞧好啊 这叫闭门庚啊 怎么办呢 嗨 咱跟他耗了 就这耗着 你不不见吗 我们不走 哎 喊座位 之后 手下人一听 这他相府门前 哪儿给您找座位去 撕完一举 不行 那时候俩卖超手的 超手 馄饨啊 干脆跟馄饨挑着 借俩椅子得了 您凑合这儿坐着吧 这段位往那儿一坐 光这儿坐着也不行 不吃不喝 光这儿净坐啊 坐着都傻乎歪了 东远跟杜琼一商量 咱俩 咱俩回去这了 俩人走了 走着得想个主意 回去怎么回复 这皇帝 你得说一声 俩人硬着头皮 来见后主流禅 说城乡确实是病了 这病的还很重 这俩就不胡说嘛 也难怪 怎么 你自己说的你病了 世人都不见 你这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 那要是小肖小病的 真隔着去两个大臣 你能不见个面 可不我们就得说你病重 哎呦 这一说 刘长可真吃了惊 这还了得 看来相父病得很重 你们要去探望探望啊 随着这一声指一下 温武百官 落意不觉 来相府问病 你这么说吧 在诸葛亮成相府门前 大忙了三天 干嘛 全是来看病的 又逼了礼物来的 又拿着保养营养药来 不管谁来 谁也进不去 这次相府门前呢 还不像前几天的呢 素素精精的 你一叫门出来个管家 这回好 拍了好多武士 好几十人 横刀而立 紧隔长矛 好吗 加上卫队了 怕什么呀 怕你硬往里闯 干脆 就是不见 就让丞相静静的养 这么几天就行了 这几天时间过去 每次回来见刘禅 都这么说 一个能进就去门的 都没有 刘禅可真是要哭了 哎呀 看来 寡人的西术 修医啊 我这笔工算完了 相府 他不让进门 我家相府得了什么病 他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看来他这是袖手旁观 不管了 这可怎么办 有人给他图足 万岁 您跟皇太后说说吧 问问太后 他老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不能下个诏书 召见召见这位诸葛丞相 只好如此 刘禅带着一部分文武 来到后宫见太后 他跪倒在太后的面前 哭诉了这番经过 老太后大吃一惊 哎呀 丞相这是怎么了 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 眼看西川危急到如此地步 丞相怎么能够脱病不出呢 哎呀呀 这便如何是好 来来来 带我亲自到相处 问一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 如果真有病 那没办法 人吃五股砸粮天子并业 那谁避免得了 但是您不管是什么病 您得给个面见 再说几句话 因为什么 现在您可不是一般的丞相 这么说得 虽然有皇帝流产 可是新属这个的 君正财文 民事诉讼 义英等相 全归诸葛亮馆 您这说病谁说得了 如果要没病 太后心想诸葛亮 那我可就得要问问你 你有父先帝脱姑之情吗 刘备白托付你了 和着你传忘了 这不欺负我们母子吗 分出奇架 手下的大臣已看了 我看太后您就不必去 不必惊动您的大家 怎么办 如果要去 是不是让万岁亲自去一趟 到乡府 看看丞相是什么病情 是怎么回事 如果万岁去 丞相还不予见面 那么太后您呢 也不必亲自去 您就坐在太庙之中 召见孔明 在太庙里 见见诸葛丞相 有什么话您问不了他呀 太后含着泪 点了点头啊 嗯 蔡亲们说的对啊 那皇儿 你就去一趟吧 遵旨 刘禅 拎旨之后收拾一下 吩咐 白家 率领着满朝文武 皇帝亲自到丞相府 看病 祸 犹大皇宫被相府 这条街就静了街了 静街 那当然 皇帝出来了 皇储殿到静水泼街 各个家门前 铺铺门口 全都涉外相暗 焚香 玉林军呢 犹大皇宫 攻门这儿 一直的站在相府的门口 今日的这个气氛 又往日大不相同 皇帝流产 趁着撑着撑车 带领着文武 来到相府的门前 相府门前 管家和那些门卫 这么一看 全吓傻了 皇上来了 还敢站在那儿 执己而立 舔胸蝶肚 舔辣嘴啊 不行了 怎么办 全趴下吧 趴下吧 就是穿跪下 把刀枪一放 踢出路 全都跪那儿了 刘禅吩咐一声 停车 怎么 别看我是皇帝 我也不能搬点车 坐在相府的门口 因为这位丞相啊 是相府 夫者 爹爷 干脆谁惹不起 老早下去 他下了点车 亲自到门口这儿了 还这倒好 怎么 感情在诸和亮 丞相府的人啊 也是看人下菜碟 你说怪不怪 满朝文武 甭管谁来 都挡将 唯独皇上来了 没有一个 敢上前拦住 哎 你要干嘛你 看丞相不赢 冰着呢 没有敢言语的 趴在那儿的那些人啊 连头都不敢抬呀 一个个大的眼皮 就瞅着那土地 忍着在那儿 没敢言语的 皇上可倒好 大大样进来了 中文武一看怎么样 万岁进去了 咱也跟着进去吧 咱进去能让进去吗 嗨 前面不是有皇上领的头呢 咱敲敲的 顺两边 溜吧往里 全都进来了 你别看这么多人进相府了 一个让的也没有 这是什么时刻呀 再说 你没瞧着谁带队吗 皇帝在前面 怎么后不乱让让 就能行吗这个 刘传进来了 一看 这倒好啊 怎么 相府里 甭管男女 谁见着刘传 谁就赶快跪倒 跪在那儿 也不敢抬头 也不敢起来 可也没人理他 这四位也不好受 怎么 这进来得我说话的呀 说我干嘛来 怎么回事 全都趴地不言语 你说这怎么算的 刘传叫去一个 哎 起来起来 这一听 赶快站起来 怎么 皇帝说话 好吗 言随指出 每说一句话 就是一道旨意 那不起来得行吗 吓得直哆嗦 刘传告诉他 你甭害怕 刘传心里说 我比你害怕呢 我这咬着牙子 强扎着 因为什么 我怕来这里相府 到这这这 这丞相不见我 我也紧张 你瞧你还吓成这样 我问问你 呃 丞相俺在 这人一听 吓得没敢言语 用手挽后边指 哦 刘传明白了 在后边呢 他强步向前 大不流行往后走 连过三道锤火门 刘传举目这么一看 啊 当时他就愣了 怎么了 他看 在池塘边站立一人 正是丞相诸葛亮 在哪儿备手 我 我 我 你 你 感谢观看